好,那現在開始我們下半場的研討會活動 那我們會確保其他環節的正常進行每場演講 結束前五分鐘會請工作人員舉牌 提醒主講人時間上的把握 那現在我們以熱烈掌聲歡迎主持人張淳寧客督 好,各位親愛的數學老師 大家下午好 大家辛苦囉 一整天的數學年會 其實內容非常的精彩紮實 那今天下午這個分場裡面 最主要我們會從 心客綱素養導向的教學精神出發 那首先我們第一位 待會兒會邀請到的是 西北市東富高中的張智鵬老師 多年來他在多元選修有很深的著墨 特別是在數學領域如何應用上面 他提供了一個非常生活化的例證 讓大家看到這個題目一定會覺得很有趣 誰才是高潭市 大家有看過蝙蝠俠嗎 那大家應該也知道 這樣的題材對孩子是非常有新鮮感 而且會很吸住孩子的目光的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請張智鵬老師 就我們如何運用數據分析 然後給學生生活化的情境 把數學的概念融入其中 是不是我借大家的手 我們掌聲熱烈歡迎張智鵬張老師 各位補問大家好 今天我要報告的主題是 多元選修課程誰才是高潭市 從數據分析談至安 好 那剛剛已經知道說 高潭市就是蝙蝠俠居住的城市 那在電影裡面或是漫畫情節裡面 高潭市就是代表罪惡之都 犯罪之都的部分 好 那因為在高潭市裡面呢 他公權力不張 所以只好靠著蝙蝠俠 然後去伸張正義 那所以我們現場來統計一下 請問大家覺得說 如果是台灣的治安 你覺得好的請舉手 好 放下 那請問如果你覺得台灣治安 是算差的請舉手 好 有 也是有的 那有一些夥伴沒有表態 那我猜有可能是因為 因為治安的好壞 有可能它應該是一種 就是相對的問題 假設我改成說 如果大家覺得說 台灣的治安跟墨西哥的治安來比較的話 那相信應該大部分人會覺得 應該是台灣的治安算比較好 那舉例來講 因為我自己蠻喜歡當背包客的 每次寒暑假的時候 我會出國就是旅行 那今年暑假的時候 我就去那個柬埔寨 那柬埔寨的首都是金邊 那我就去金邊的時候 我住的是他們的市區的青年旅館 那晚上七點多的時候 想說我出門吃個晚餐好了 結果那個 那個櫃檯的員工就跟我講 你現在七點多要出門 那你最好八點前要回來 我想 為什麼八點就回來 難不止我八點後回來 我的那個馬車會變南瓜嗎 沒有 他說因為那個今天治安不是很好 最近有那個飛車檔會搶劫 所以你八點後回來 你要小心一點 那相隔而言 我們台灣治安應該算比較好一點 好 那本課程的部分 設計裡面呢 我們圍繞兩個主題 一個是媒體試讀 另外一個就是數據分析的部分 那媒體試讀在108新課章 已經放到科技領域裡面的一個學習內容部分 那我希望呢 培養學生的能力有三個 第一個是資料解鎖分析 第二個是瞬息解讀批判 再來對社會議題的思辨 好 活動流程的話 我們分為三個步驟 第一個 我們等一下呢 會讓夥伴看一下短片 也是一開始的時候 我讓同學去看短片 以及其他的動機 接下來呢 利用焦點討論法 討論議題的部分 最後呢 是延伸的問題的思考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播放兩支短片 這兩支短片 大概都是兩到三分鐘左右 那因為我們知道兩個禮拜之後 就要選舉了 所以這個話題其實有一點敏感 那我就要先澄清一下 我自己本身沒有 不帶個人的立場的部分 裡面的話 我們就單純是 觀賞影片的部分 這樣子 好 因為剛剛那個音樂線 好像有點問題 讓我切一下 試試看說 如果假設沒有音效的話 我就當墨具來看這樣子 好 那好像沒什麼聲音對不對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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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短片部分呢 會讓學生去觀 就是它這個新聞短片裡面 在講說台中市的犯罪率下降 但是呢 中間它用的是犯罪的建數的下降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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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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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